好 然后呢 刚才给大家 咱们就接着把这个激活函数说吧 对于这个激活函数 我现在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 咱们现在拿这个SIGMODE 当激活函数 它有没有一些缺点呢 咱们来想 SIGMODE激活函数 我们看 当它取富无穷的时候 只是一个 它是坚于0了 取中穷坚于1 那我要拿SIGMODE当激活函数 会不会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 大家不妨先思考10秒钟 我觉得这个思考过程也是蛮重要的 大家想一想 G-SIGMODE激活函数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激活函数拿出来呢 咱们的隐层啊 一般情况下超过两层 是很正常很正常啊 一个神经网络模型啊 通常来说一个四五层是可以的 八九层也是可以的 七八十层也是可以的 现在在咱们深度残差网络当中啊 其实已经干到了152层 甚至一千层啊 估计以后啊 没准更多一层也会出现的 好 那么咱们既然没人说 我就来给大家说一下 对于这个SIGMODE激活函数来说 它有什么问题啊 咱们来看 对于一个神经网络来说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 我要进行一个球导的操作啊 比方说这个W1 W2 W3 W4 我要一步一步往回球 对吧 看一下W4对LOS做了多大贡献 W3对LOS做了多大贡献 W2对LOS做了多大贡献 W1又对LOS做了多大贡献 那咱们也想一想 这像这是什么操作啊 这不就是一步一步球导的操作吗 那么在咱们神经网络当中啊 我之前是不是给大家说了 一步一步球导操作 对于W3来 对于W2来说 它要把上一层的梯度也成过来吧 也就是说 有一个梯度累成的操作 每一次梯度都要累成 每一次梯度都要累成 那么咱们来看SIGMOD函数 SIGMOD函数 假设说我对这一点 我求一个梯度 求一个导数值 等于多少啊 就是等于这样一个切线吧 就等于这样一个值的斜率吧 就是等于这样一个东西 那大家来看 当咱们这个值啊 它稍微的大一些 比方说它是大于5的时候 它大于5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 我这个值 它就是已经趋于饱和了 快成了一条水平线了 我再对它求一个导数怎么样 我们看导数 我们看这个斜率怎么样 这个斜率 它是不是约等于0了 当咱们这个值更大 它等于10的时候 这个值等于什么 是不是就更近似于0了 那么也就发生这么一件事 当咱们一些 一些求完的一个得分值啊 它是数值比较大 或者说数值比较小 比方说 大于10 或者说是小于负值的时候 它的导数值啊 都非常小 它的导数值都非常小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接下来 在进行求导的时候 会发生一个现象 叫做梯度消失 梯度消失哪来的 梯度消失就是说 咱们刚才不是一个 第二次法则吗 一个累成的过程 假设说 我这块成了一个0.5 这块成了一个0.2 这一块我再成了一个 对于SIGMO来说 我成了一个0.001 这个值非常小 那么它们三个累成在一起 相当于什么 是不是也约等于0了 假设说呢 我这块还有个W0 W0要把它们的一个值 再累成起来吧 那对于W0来说 它还能更新了吗 它就没办法再去更新了呀 也就是说 这个梯度消失的现象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咱们也就是说 SIGMO的函数 为什么被淘汰了 在咱们 最开始神经网络 是拿什么当机会函数 就是拿这个SIGMO的 当机会函数 但是呢 随着咱们一个演变 慢慢的一个进化 SIGMO的函数 已经退出了这个 神经网络 或者是深度学习 以及机器学习 就是说 在神经网络当中 已经退出了这个历史的舞台 因为它这个梯度消失的现象 简直太严重了 咱们没有办法 进行一个求导的操作 一旦你的神经网络 模型比较深 一旦你的神经网络 层次比较多 梯度消失的现象 非常容易发生 一旦发生了这个梯度 消失的现象 我们就没办法去做这个反向传播 这个事了 神经网络永远都不会收敛的 那么怎么办呢 这里呢 这个就是咱们刚才的图 刚才这个咱们就不再去细处了 这里呢 咱们就引入了一个 另外的机会函数 叫做一个 软路函数 这个软路函数啊 其实就是说 小于0的时候 它是不是都等于0啊 当X小于0的时候 我们看 0是比X大吧 所以说它都等于0 那么当它大于0的时候呢 它都是等于这样一条线的 对于软路函数来说啊 这个函数就好多了吧 一方面来说呢 这个激活函数啊 它能够解决这样一个 梯度消失的问题 另一方面 它求导也非常简单吧 所以说呢 在当今的历史舞台 在现在的神经网络 以及机器 以及深度学习这个领域来说啊 咱们通常使用的 都是这个软路函数 软路函数啊 已经把这个 SIGMOD机构函数啊 替换掉了啊 可以说 软路就软路这个函数啊 是咱们现在一个首选 基本上神经网络 或者是卷积神经网络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神经网络 都已经把软路机构函数啊 当成是它的一个默认的值了 那么这里啊 给大家再来说一说啊 咱们看看一个网页吧 我找一下那个网页链接啊 之前存在什么地方了 在这里呢 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现在的这个神经网络啊 它的一个整体是长什么样子的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些数据吧 就是说现在呢 我假设说有这样一批数据 就是两类点 一个圆圈 然后一个绿色点 一个红色点吧 咱们就这么说 现在我想把这两类点分开 右边这个咱们不要看 右边这个东西越看越迷惑 咱们就看左边这个 现在来说啊 我就现在咱们可以指定一个每个层吗 在这里我可以指定 每一个层的神经元的个数 也就是说 W参数后面要连接的东西是多少 为了放大点 大家看的不是很大是吧 假设说 我把一个第一层 也就是第一个隐层 它的神经元个数据成一 第二个隐层 神经元也是据成一 我现在我改变一下 这个神经网络 我们看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一条线吧 我们看 都有一个神经元 也就是说 咱们的一个W参数 后面连接东西啊 它是一的时候 是不是说 我现在相当于是这样一条线呢 好像神经元是 现在不说神经元什么意思 直接给大家来看 当咱们把这个一呢 我改成二 有两个神经元的时候呢 我来看一下 我再改表现线 相当于什么 是不是说 我又出现了两条线呢 这两条线 又可以分别的 进行一个切分吧 我再改成三呢 大家想一想 会不会出现三条线呢 哎呀 它也收拾了一会儿 改成三之后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 三角形啊 也就是说 神经元的数量 会影响咱们一个 最终分类的效果的 神经元的个数越多呢 通常情况下 咱们网络模型的效果 会越好一些 好咱们再来看一下 对于这种数据来说 对于这个环绕型数据来说啊 绿色的和这个红色的 现在我用三个神经元 能不能把它区分的开啊 好像来说难度有些大呀 很多都被错分了吧 也不是很多 有一些被错分了吧 但是呢 当我把神经元个数调多的时候 我们看 现在我不让你是三了 我让你是十吧 你也试试 我再改变一下 现在的这个神经网络模型 这个它是用JavaScript来写的 一个网页版的神经网络 我们看是不是发生一些奇怪的现象 现在的这个模型效果 是不是更好了一些了 能够把这个绿色一点都收进来 红色一点都被红色区域收进来了 也就是说 神经元的个数的多少 会很大程度上影响 咱们一个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如果说一个神经元相对什么 一个神经元啊 你就跟那个线性 如果说你在不加结果函数 就跟那个线性分类啊 是一模一样的 两个神经元呢 相当于切这么两刀 三个神经元相当于一个三角形吧 四个神经元相当于一个正方形 那么神经元的个数越多 会使得咱们神经网络 最终的一个效果 它会越好一些的 那么咱们来看 我现在我就是说 我制造出来一个随机的数据 一个random data 制作出来一个随机的数据之后啊 我们再来看 现在的神经网络 是不是也能够把这些数据点 都给它加进来啊 看一看 现在神经网络的 我再多一些吧 我再给你干到20个 我看看 会不会 它的样子 再给我夸张一点 好 我再来看一下 它现在20个时候什么样 20个的时候啊 大家还得稍微等一会儿 我看它能不能 拟合到这个数据点 我就想看一下 对于一些这些数据点 它能不能够拟合到 它这个还没有拟合到 那么咱们 其实来说啊 就是说神经元的数量越多 一方面当前这个神经网络效果越好 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啊 大家想一想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说 它是更容易出现一种过拟合的东西啊 什么叫过拟合啊 咱们来想一想 过拟合的意思啊 是不是说 你当前的这个数据 在咱们的训练级上分的很好 但是呢 在测试级上 它分的就不好了呀 这个过拟合对于神经网络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 哎呀 神经网络最头疼最头疼的地方 神经网络为什么说 哎 为什么说有了神经网络 还需要那些传统的算法啊 一个神经网络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呢 神经网络最大缺点在哪 最大的缺点就是说 这个神经网络过拟合现象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大家可以看出来啊 一旦咱们把这个神经元的数量 一旦把 一旦咱们把这个神经元的数量 发生了一些改变之后 那么这个神经网络啊 它呈现出来效果是非常强大的吧 即便是一个随即的数据 我还是能给你把一些点找出来 我们看 这个绿色点也给它找到了吧 是吧 咱们可以把这些数据点切得非常非常细 非常非常碎啊 但是呢 对于这个神经网络来说 哎呀 最头疼的 过拟合 咱们该怎么办呢 一会儿咱们就来重点说一说 这个过拟合这个现象